那個什麼 預算大概是多少 然後哪一些東西可以跟他們要補助 對 然後就要去跟學務處談 通常都要談滿多次的 然後合銷 就是他如果通過你的補助 那你就可以拿發票去合銷 他就會把補助的錢給你 那財務報表這個 這就是最辛苦的一個地方 等一下我會講 1.2